這個觀念的話一定要有 所以你要先有資料庫 你再去建資料表 在建資料表的時候同時告訴他說 你要有幾個欄位 那幾個欄位之外你要告訴他這個欄位裡面 是放數字 文字 還是什麼資料你要告訴他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建好之後 你就可以針對這個資料 資料表去做什麼 做新增 修改 刪除 查詢 大概就是這四個主要功能 新增修改刪除查詢 那最重要的其實就是什麼 查資料查出來 不過 查之前一定要先新增 所以其實最重要是新增 再來查詢 修改跟刪除比較齊次 那刪除裡面包含就是把某一筆資料跟整個table如果要把整個刪除的話 怎麼做 OK 所以後續的話呢我們陸續把這部分講完之後 其實像這樣的一個 說明講完這其實也夠用了 你如果要查 你要新增資料 要再把它查出來 其實也跟剛剛那個 local storage 一樣 其實set就等於insert gate 就等於什麼 gate 這等於是survey 查出來 那只是說用local storage就是一個很單純的key value 但是在database就不是那麼單純 因為第一個你要先 建 database 那 建 database過程當中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建 第一個你要先宣告 一個db 這個db就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呢我們利用一個方法叫做open database 那open database 要必須給他 1234個參數 這四個參數分別是什麼 他的 這上面有 他的資料庫名稱 資料庫版本 還有資料庫要顯示的名稱 這個名前面的名稱是實體的檔案名稱 他的副檔名就是.db 所以你們在那個 手機裡面如果找到有.db的話就是一個資料庫 那你可以去找那個 SQLite的那個browser 可以把它讀出來 其實裡面資料都可以可以看得到沒問題的 早期那個facebook 相關的東西也把它存在db 所以如果你把它get回來如果他沒有加密的話 甚至裡面的訊息全部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這個資料是沒辦法加密的 然後